或者是你們要直接比動算嗎 也是來動算 好 來揮個手 很佩服 各位可以以一個總統的心情來談這個國家所面臨的問題 我想剛才各位點出來的確實是這個國家現在面臨最大的問題 第一個同學所提到的 人民信不信任政府 這次恐怕是一個很大的議題 每一個執政者都希望人民相信他 每一個執政者也都試圖地讓民眾 去了解他們是這麼用功地在執政 為什麼到了後來 大家會越來越不信任執政者 而且這個信任的這種程度 隨著我們從威權時代 走到民主時代的過程中 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他對政府的信任是往下走 什麼時候我們這種往下走的趨勢才會再往上走 那有兩個因素 第一個因素就是執政者 他能不能成功地去說服 他的人民或者投票的國民 第二個 就像剛才我們梁社長講 我們這個社會 在一個民主政治的社會裡面 每一個公民 每一個個人 對於作為一個民主政治裡面 一個重要的一份子 對於資訊 對於每一個重大的議題 有沒有有足夠的思考 剛才有同一推 談到思考的能力 確實是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如果說我們在整個民主化的過程中 當執政的人沒有盡力地去維持他的可信度 那人民沒有盡一己之力去思考 去了解這個國家所面臨的問題的時候 那我們就看不出來那個曲線 對政府的 對執政者的這個曲線會再往上走 那通常這個往上走 往下走再到往上走的這個 是需要很長時間的累積 那你看這個 在我們看到的比較長的這個民主國家 比如說是英國 或者是美國 它也是上百年的這種民主的實踐 那麼之後 它才會漸漸的穩定下來 就是說 對於政府的一個信賴 或者是對於選民 對於每一件公眾的議題 它自己的思考的能力 那這些 都會反映在一個民主的感知上 那麼即便是如此 今天我們看 在成熟的民主國家裡面 是不是政府就有人民百分之百的信賴 有足夠的威信 其實也是一個問號 那為什麼呢 因為現代的民主社會裡面 講究的是競爭 也就是它必須是有政黨的競爭 因為政黨必須面臨到選舉的時候 它必須要有投票 它必須要去說服人民投票 所以政黨之間是有競爭的 那也就是剛才我們有個 第一位同學提到的這個 這個政黨之間的競爭 是一個良心的競爭 還是變成是一個惡鬥 那很不小心 它就會變成惡鬥 但是如果說在政黨的 這個維持競爭的過程中 大家能夠去盡量找出 這個社會的最大工業術 這個是很重要的 所以政黨之間的競爭 是不是維持一個良性的狀態 不至於走到惡性的情況 也有幾個重要的 就像我剛才講 政治人物自己必須要自我克制 也自我期許 第二個 就是人民其實是政黨競爭裡面 最大的仲裁者 所以人民必須要保持的一個關切 觀察 思考理解的心情 來做這個政黨競爭的最大的仲裁者 所以這些問題 都是在一個走入民主期以後的社會裡面 都會經常發生 但我覺得 臺灣的民主的發展 從總統開始直選之後 在90 年代 中期以後開始直選之後 臺灣真的已經進入了民主的一個時代 這二三十年來 我們走過的這段路 確實走得很辛苦 在這個辛苦的歷程中 有很多的政治人物是成功的 有很多政治人物也失敗 在起起落落之間 我們的民主也一直在往前走 有時候有高潮 有時候有低潮 整體來講 臺灣社會的民主還是在往前走 只是我們大家都期待它能夠走得快一點 至於剛才 所以 如果是總統的話 那我要做這個威信 換句話說 這個威信來自於一個信賴的關係 信賴的關係來自於溝通 你不能期待社會 當總統講一句話 社會上所有人就覺得 這句話是對的我一定 一定是有一個政策出來 一個講法出來 社會一定會有批評的聲音 如果這個社會沒有批評的聲音 就不是民主社會了 在這一種 不能講工坊的 但是在一片或者是有批評的聲音的時候 你要怎麼樣去跟社會對話 去溝通 這個變成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現代的執政者 其實最大的挑戰在於 怎麼跟社會溝通 或許你覺得 現在這個政府溝通的還不夠好 那我也必須承認 我們可以做得更好 我們也應該去找尋更多的機會 跟社會大眾來溝通 那溝通 自然就會養成這個信賴的關係 養成這個信賴的關係 你剛才講的 所謂的 在一個威信 我想在這個社會裡面 信賴會比這個 所謂的威信來得重要 所以 信賴來自於溝通 溝通其實是雙方的 到底也不是一方單向的事情 另外 很多同學都談到教育的問題 這就是為什麼 今天我們教育部長坐在這裡 因為 我相信很多的同學 現在正在受教育 對我們現在的教育體制 有很多的想法 其實我坐在這裡聽 我心裡都暗自著 贊同你剛才講的事情 但是 我知道 我不能坐在這裡 只是贊同你剛才講的事情 因為我必須要把 我們心中所想的 把它轉換成政策 而且是一個可以被執行的政策 而這個政策 制定出來以後 你還要去執行它 各位同學 這個政府是一個很龐大的機器 中華民國的政府 是五權政府 一般的國家是三權的政府 像美國的制度是三權 像英國的這種內閣制 它是兩權的 也就是說 它的行政跟立法 因為採取的是國會制 所以它行政立法 它是定了一個權力的運作 中華民國的憲法 是五權憲法 換句話說 這五個權力 一個國家的權力 是分掉在五個 不同的重要的國家的機構裡面 當你要往前走的時候 如果說 我們現在教育制度要變革的話 那教育制度變革的話 你很可能牽涉到的就是說 你的學科的考試 學科的考試 是教育部的事情 可是學科的考試 也跟什麼有關呢 也跟你將來 要去有專門職業 比如說你要做律師 做醫生 那你必須有專門職業的考試 那你要做公務人員 你也必須要去有公務人員的考試 所以你有很多的考試規定 在哪裡 在考試院 那很多的行政的 或者是很多的法律 或者是制度 就來自於行政院 那最後都還要走到立法院 去尋求立法院 所以一個 我們常常講說 這件事情很簡單 總統講了就可以做了 沒有 總統覺得應該這樣 就會請行政院 去把它轉換成政策 那行政院就會找部長 去把它轉換成政策 部長呢 就要開始去修法 修法的過程中 還要把 有公聽會 還要把所有的學者專家 都找來 一起把他們的意見整合 那學者專家最著名的一件是 就是從來都不會有一致的意見 那 所以你在這個 眾說紛紛當中 去整理出來一個 對國家最好 也就是最多人可以接受的意見 然後把它轉換 變成是國家的政策 然後再送到立法院的時候 各位立法委員 最有名的一件事 也是從來都不會有共識的 所以在這個立法院 要去取得一個足夠的票數去通過的過程 大家就說那就舉手嘛 可是立法院有三讀 每一讀都要花很多很多的時間 而且因為是民主的程序 所以它有很多的程序必要践行 所以就變成說你一個法律 要在立法院通過的過程中 就有很多道的程序要經過 很多道的障礙要去排除 等你把這個都弄完了以後 你就坐下來說 我們已經多久了 可能已經是一兩年以後的事情了 那你就會說 這個政府是沒有效率的政府 確實是如此 因為體制如此 因為臺灣政府的權力 它已經是分散 所以在分散權力的情況下 你要把它做一個制度的轉換 變成是一個比較開放的教育體制 這確實是一個 那我們說學科 我們學科要改變 我們有些學科 因為你要有一些新的學科 進入到你的教育系統 所以你就必須把一些學科拿掉 因為比如說 你有新的學科要進來 有些舊的學科 就開始要淘汰掉 那在新舊之間 你要出現一貫基因 你的新的學科的老師 要到哪裡去找呢 那本來在教這個學科的老師 那怎麼辦呢 那他就沒有工作了 那你早上怎麼辦呢 所以教育制度的轉換 常常變成是一個 跟其他改革的事情是很像 就是說 當你發生改革的時候 現在正在被改革的人 那他後面的人生那條路 要怎麼走去 你也要替他想一想啊 你如果不替他想 他就沒有生存的遺地 他必須去站出來反對你啊 所以我們看到的 今天聽到的各位講 我覺得都很好 但是我們都必須要面臨一個事情 民主社會 不一樣的意見的人非常多 整合意見 讓他變成是一個可以被執行的政策 是一個很重要的 而這個國家 我們這個國家 還有一個很不一樣的政府體制 是五權分立的體制 他要從一個想法轉換政策 變成立法院許可的法律 他是要經過一個很漫長的過程 所以我不是說 你們這些都不好 這些想法都很好 但是呢 就變成是我們在執政的執政者 他必須要負責地去把它轉換成一個制度 變成是一個可以執行的制度 而最後能夠反映在你們的學習的過程 那這個是一個執政者的責任吧 不過 剛才講到的這種教育的內涵 我相信等一下還會有很多同學提出來 我們還可以繼續再談 那總而言之 我是覺得很敬佩 各位能夠想到這些問題 是我在念高中的時候 沒有辦法想像的問題 我也跟各位講過 念高中最大的心願就是把高中念完 可以畢業 那如果運氣好的話 還可以考上大學 但是我相信現在的高中的同學 在你的人生的這個階段 你想的很可能跟我想的是不一樣 所以我們等一下還有交換意見的機會 謝謝 好 掌聲謝謝 謝謝 谢谢大家